歡迎收看《美食新聞報道》 茶餐廳術語, 不知道大家認識多少人? 我認識很多 好, 俊男就是白飯, 俊女就是白粥 還有飲食, 凍零啤、凍飛 還有二零六 還有一個脫色, 脫色就是領水 厲害, 不過這些都是入門級 你不是外賣仔 前陣子有網民發了一個 大佬級的茶餐廳術語 你猜猜是什麼? 讓我看看 散比…分開比錢 有點錯意, 不過錯是食物 腿, 腿就是雞腿, 炸腿 是不是炸腿生律? 我今天下午茶餐廳 接近了, 不過沒有生律 散比就是散叫一隻雞腿 你這麼說, 我都明白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碟頭飯 我改了一個名字給他 就叫做肉餅飯加底, 加色 再戴上帽子 很棒…有創意 聽說在旺角開了一間麻甩老飯堂 專賣賣相標誌的平民老飯 超大碟, 超足料 還有1.5人的份量 既然性價比這麼高 讓我去麻甩一下吧 好, 出發, 出發 哇, 肉餅飯來了 哇, 下了些茅台 再燒一下 哇, 看到那些火焰嗎? 很香, 酒香味 因為本身茅台有自己獨特的醬香味 我們點火就是為了揮發茅台的酒腐蝶味 會保留自己獨特的醬香味 我們的肉餅也是用酒醃過的 茅台加肉餅加在一起 就可以昇華到肉餅的鹹香味 既然這麼厲害 當然要快點嘗一下這個肉餅飯 哇, 這個肉餅煎得很漂亮 真是金黃色的 而且真的很厚 讓我試一口 哇, 超級巨型的漢堡扒 這個肉真的很汁 外面真的煎得很脆 直接吃下去, 口感以為是炸出來的 除了有剛才淋上的茅台酒香味之外 還有這個醬油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是很香 它真的很有重量, 很有份量 我真的兩隻手持住 做到裡面是很汁, 很多汁爆出來 還有一點都不會硬 肉的肥瘦是很均勻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它在肉餅裡面 都有一些蔥 令到口感很爽脆 而且它這個肉餅真的很厚 你看到嗎 它是很快的漢堡扒 一口感很厚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 是淡淡的肉汁之餘 是淡淡的肉 肉餅沖了我的手裡有點抽筋 我先用匙巾 我先用湯來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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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酒味仍然很濃烈 但是和肉餅完全融入了 不會覺得它是分離了 也不會覺得有酒味會很奇怪 它這個是日本的高質蛋 你看到蛋黃是橙紅色 我嘗試刺爆雞蛋 它還要是一個煎香了 你看它是焦邊的 很濃郁的蛋黃味 因為剛才老闆介紹過 點這個肉餅飯是可以加它們的豬油 味道不是真的改變得很大 但是它會在口感上 令到飯更加滑 更加嫩 加多一點反而是更有風味 還有更香口 吃這個肉餅飯其實是很多的變化 一開始是酒香味 吃完酒香味 過了之後就是蛋香味 最後就加上豬油 就是豬油味的肉餅飯 所以是三個層次 食品 任食放題大家都喜歡吃 一個人的心態都是想回本 有多少就吃多少 有台灣網友做了這個 吃得飽順序功略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這個網友說 大家常常都會先吃沙律 但其實應該先供凍的蛋白質 就像海鮮和刺身 還有中間要穿插一些 有蛋白質消化酵素的水果 像菠蘿一樣, 真有策略 對, 還有… 通常甜品不應該留到最後才吃 應該一感覺飽飽就要吃甜品 我看到這個攻略真的有點飽 不過下次吃放題的時候 不如一起試試這個方法 跟大家玩個快問快答 牛肉, 大家喜歡燒還是燉? 我喜歡燒的 不過小朋友才做選擇的 我燒和綠全部都要 好, 看看甚麼食物 看一看, 就是這個日本風格 不過我們今天是來吃火鍋和打火爐 好,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湯底 我們馬上去選湯底 沖啊 糖風辣湯, 壽喜燒湯 和日式豬骨湯 如果在這裡的話 我這三款都不會選擇的 拿個煲 帶你們去吧 就我身後面的這個 人參雞湯啊 你會看到有很大的雞殼 不只一個 然後還有人參, 紅棗, 杞子 我相信是好寶好寶的 我就決定拿這個 作為我一會兒打火爐的湯底 還有中日韓港各款小食 和花柴汽水 多東西選到你都不知道怎樣選好 你覺得哪樣最好吃 我覺得自己推薦的是一口牛 因為燒得快 和朋友可能燒得快一點 它這裡的壽司很好吃 還有它的肉都很好吃 這個一口豚 這個一口牛 最好吃就是肥牛 那你那個肥牛你喜歡燒還是綠啊 綠啊 綠好吃一點 一定要吃啊, 姐姐, 加油 好, 是, 知道 我一會兒先試一下 好, 謝謝 有這麼多款 牛本花 一口豚 多春丸 我現在看回 好像拿得太多東西吃了 不過不要緊的 你們都會吃嘛, 對吧 嗯, 好好 我們第一步 我一定要先喝湯 因為這個湯 如果我們一會兒吃火鍋 味道會不同了 所以首先我們先試湯 嗯, 它的心味很重 而且它是很清的 然後雞味都很濃 平時我吃火鍋 當然啦 一定有牛的 我們下這個牛五花 嘩, 牛很快熟 嘩, 你看下 不過盛頭之前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準備了一種很特別的醬 這個醬是有芝麻醬 加了點醋 因為吃飯是最希望吃多點東西的 醋是可以解膩的 還有一點芝麻油會比較香 有一點蒜 不過通常就這樣吃的話 你會覺得很稠 所以通常我會加少少湯底 在裡面 它就不會很稠 我想說 真的一定要加醋 很棒, 它是不太醋 因為芝麻醬是有一點酸甜甜的 然後搞得整件事是完全不漏 但是我又吃到牛的香味 如果有這個醬, 我感覺到可以吃十頁牛 她就當然髒了 剛剛我們沒有下菜 但你看到油的 pastor 你有很少許 你看到我一咬就已經分開了兩邊了 它是一點都不韌的 牛味是很出色的 如果你要我選這個牛五番 還是這個一口味我真的不懂選 怎麼辦 是時候吃一些甜的東西 因為鹹甜鹹甜 這樣間著吃才能吃得多一點 嘗嘗這裡的炸瓷斑 嘩很脆 它的醬很熱 裡面很甜 是那些黑糖的糖漿 它是甜甜的 但又不是很膩 有時候又很黏 很軟 很軟 這裡最貼心的 是有很多種花茶任你配搭 吃飽飽 喝一杯茶燒制就最好了 我現在喝完花茶 不知為何覺得我的胃 好像多一點胃出來 外面我看到其實還有很多食物 點心驅 救私刺身 我覺得我可以再吃多一輪 歡迎回來美食新聞報道 金婚 即是一起度過五十年的時光 到時已經是老夫老妻 感情就好像品質優良的紅酒 好, 越釀越濃, 力久長身 你剛才在年初發出十周年石婚 怎麼這麼快五十年? 我指的是 故事未完的老字號粵菜 如果用婚姻去形容這間餐廳 可以說是細水長流的愛情感 始終如一 香港的飲食業進入寒冬 我們熟悉的餐廳 慢慢一間又一間消失 大灣仔這一間 押納了四十八年的老字號中菜館 一直堅持傳統粵菜手藝 保留老香港的情懷和味道 這麼多年來 一直獲得不少掌聲 餐廳的第二代老闆 除了想承傳粵菜精髓 同時也是為了堅守爸爸 爸爸當年一手打出來的江山 都會落一屎來的 可能一兩個月都想來一次 我小時候經常去舊那邊 他們有幾個名菜都很出名 因為我掛念它的靈蚊粥 試過試過燕國雞 咕嚕羊粥也試過 我們餐廳是1976年開 到現在是四十八年 由我父母創立 我們這間餐廳的特色 由父母到現在也是 我們會做一些傳統粵菜和手工菜 現在的粵菜主要是指廣府菜 講求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和保持鮮味 例如粵菜的雞 無論用什麼方法烹調 都是這麼皮滑肉嫩 而說到鮮嫩的舊粵菜 不得不提這間餐廳 都有做的九幾豬潤 厚切的豬潤 在廚房只會煮到八成半熟 上菜的時候 再用九幾熱湯焯到剛剛熟 才做到順滑鮮嫩的口感 我們是比較注重的就是 原味道和手藝是傳統一點的 例如我們做的牛餅 我們會把粵藕刨絲 切粒 做到盡量是粵藕和肉的比例是一比一 但一定要鋪得夠起膠 粵藕一定要吸水 水分要吸乾一點 出到有膠質才能煎得爽 還有蓮藕味會比較濃 很多菜式各方面來說 我們發覺越來越少人去做 所以我們也有一種心態 希望把我們認識的舊菜式 再煮出來 令到現在年輕的人 能夠真的有機會品嘗到 可以告訴他們的朋友 甚至他們下一代聽 除了經典招牌菜 這間餐廳也經常搜羅 有些稀有的海鮮 像今天這樣 就來了一條超重磅的黃皮老虎斑 不是經常有的, 這麼大條黃皮老虎 因為翻了這麼大條魚的時候 我們也要告訴客人 或是塔打來訂開的時候 也要問牠是否留定 因為有時候未必能鋪到很多份 熊師傅, 你打算怎樣做 是, 魚大約14斤 我們可以開斑球 開到四、五份左右 是 希望做斑翅 用涼瓜時蒜燜的斑翅 這個頭我們會是尊功八指燉的 斑尾很發燉 這個腩胃就希望做一個特別的 蒸的金錢片 就是蒸的腩片位 骨頭燉湯 肉用來豉油黃煎 好, 好 我們想追求每條魚的部位 吃法令牠更加會提升口味 外面酒樓多數都是清蒸 原來一條老虎斑 竟然可以變出這麼多款吃法 由魚頭到魚尾 甚至條魚骨都物盡其用 而且一款都是傳統的粵菜煮法 一味涼瓜燜魚, 舊經典了吧 但換上只有大條老虎斑 才有的貝刺 不知道這個質感有什麼不同? 今天我們點了這個刺貝 很彈牙, 很QQ的 魚是很新鮮 很甜, 很鮮甜 而且肉質是很特別的 很有燈性 真的很好吃 要不要試一下 我覺得很好吃 其實我喜歡魚, 比較硬一點 我不是很喜歡淋肉魚 我想這個斑夠大 還有刺這個部分 當然夠硬, 我喜歡 我喜歡 這個時算涼瓜燜的貝刺 其實貝刺 我們先放一點生粉 先炸 炸完之後 一用涼瓜拉拉油 匯鑊 就不燜了 燜三、兩分鐘 讓它燜入味 涼瓜夠軟 帶一點爽口 是最好 貝刺的油甘味很重 涼瓜又有苦甘味 用配了時算去燜 出來的味道非常調和 這是我們公司的招牌菜 這些一定是新生湯 所以一定是新鮮 這些大斑 不是那麼多地方 可以吃的 這個荷葉古法蒸腩片 我們將魚腩出來之後 切薄片 用紅草絲 菇絲 薑 肉絲 去調味 砌好 在荷葉面上 切薄片 蒸的時間短些 保持原油的味道 蒸完之後 我們會蓋荷葉 令荷香味比較濃 很多都是沾底 就不會沾面 我們就特意希望做到 保持溫度 令荷香味比較濃 我們都特別叫了 荷葉蒸荷葉 荷葉蒸荷葉 也很鮮味 很好味 魚的質感也很好 有彈性 魚的鮮味 加上荷葉 就帶出了一些層次 這間老字號 能夠堅持近半個世紀 除了是靠食材品質 和傳統手藝 也是因為老闆 承傳了爸爸媽媽 對餐廳親力親為的態度 從小就在餐廳幫忙的他 到今天依然事事上心 上至招呼客人 下至廚房存菜 幾乎在餐廳每個角落 都看到他的身影 熱愛工作的程度 可以說是無人能及 其實沒想過會接受這個餐廳 因為打算讀完書 回來就做讀書的行業 做IT方面 但適逢家人的身體 一般 那時候一邊回來 一邊回來再幫忙 直至家人走了之後 打算不要媽媽,不要那麼辛苦 直接做了一份工作回來幫忙 陪著老闆,黃先生作戰 守住組業的 還有他弟弟王立德 兩兄弟拍照 將餐廳做到有聲有色 平時是否兩兄弟一起打理這裡 是,大家都各思其識 有時候這也是傳統 也會有家人在這裡坐鎮 客人也覺得親切在這裡 雖然家裡本身是做飲食 我是做文化設計師, 去讀IT 基本上是沒什麼相關的 不過回來後是為了家裡做好事情 為什麼你們兩兄弟不扔下 是第一個, 其中一個做都行 我們有試過, 我們有試過輪流這樣做 但最後發覺有些事情要合力才行 兩隻手掌拍得響 在這麽多年來講, 在有七年和COVID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用我們的斥促 令生意繼續營運 亦可以令同事出糧 經過沙士, 接著新冠, 經過抗 那段時間, 很多老闆的員工, 各方面打氣 他曾經說過, 他要撐下去 對, 練到每個伙伴有公開, 有飯吃 這樣就很開心了 在我來說, 老字號, 大家也知道 眨眼就少一間, 眨眼就少一間 很多人到他撿之前 那一兩, 說了我會撿 那一個月, 大家排隊, 才來吃 如果你可以的, 就試一下 其實當你撿了, 再打開, 老字號 可能出來的風味未必是一樣 或者師傅可能轉了行業去做其他事 我們餐廳第一間, 是一間小小的 只有二十多張桌子 到現在也超過萬呎 壓力也大了很多 但是亦是開心的 餐廳繼續去成全發展下去 也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你好像這間餐廳一樣 去到金芬, 你會如何慶祝? 就是四十年後 我們的年紀也差不多了 到時候我希望可以幫我的孫兒 孫女慶祝生日好過 到時候請你 好 我們一集一起 報導更多的美食資訊 再見 再見 無論你是美食達人 或者是餐廳老闆 總之你有好東西介紹 飲食情報 立即發訊息我們 美食新聞報導的 一眉報料專線